什么样的棋局算是精彩呢 除了棋子共杀以外 还有有意想不到的高招 今天他来了 大家好我是四郎 今儿要讲这盘出自2015年江苏省长寿区的一个比赛 红方叫吴兆华 他是当地专业的象棋教练 黑方是江苏省官王征 这盘棋的精彩程度已然让四郎有点烫嘴了 来吧立位 请看棋盘 开局很正常 吴教练中炮 王征跳马 红方跳马 黑方出局 红方出局 黑方挺足 红方过河局 黑方平风马 红方进气兵 黑方平炮对局 红方压马 黑方退炮 红方跳正马 黑方捕势 下招要打局 红方平炮要亮局 形成五九炮的布局 黑平炮打局 红方闪躲 黑方再把外马一跳 要充足踩踞踞 红方先来手出局做炮 要是现在黑方就充足踩踞踞 那红方就捉炮呗 对手还得回马打踞 红方闪躲 最后你始终不得出局保炮吗 红方再把这足一吃 那红方就非常满意了呀 所以红方捉炮的时候 黑方只能先保 好了 现在黑方可要正儿八经的 充足踩踞踞了 这个造型大家应该都遇到过 红方有几种硬法 第一种炮打鞭足 第二种用左鞠过河 第三种马会窝心 本局红方是炮打中足一将 这里黑方只能踩炮 为什么不补相呢 咱们也讲过了 因为红方会推中炮 可以平局吃足 当时王正就踩掉 红方吃马 这样换的就是为了避开 黑方的马脚 让他走不到这招起 再这样走 红方可以吃 右边这个马有根呢 当时对手是浸泡打兵 要吃底相 红方有两种硬法 一种马回窝心 第二种就是补相 此时省官充足过河 这也是关招 其目的是为了松开马腿 红方要吃足 黑方就踩双啊 继续推演的话 红方就捉马 黑方踩马 红方打掉 黑方捉炮 红方马回窝心 宝炮 黑方再来一个双炮过河 红方平炮可以打鞭足 黑方要是这样走 出老将 那红方跳马呗 出将就捕士 不管就打鞭足 这其双方谁也不亏 这里黑方送足过河 红方没有踩 他走了个盘和马 也问题不大 对手还是踩鞠 正常来说肯定要放这啊 而当时红方是平鞠吃足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接下来 黑方走出一招棋 对手就这发懵了 这手棋就是浸炮挡炮 现在要踩红方的马 怎么办 要是刚才红方的鞠 在中兵的上面 他是可以用相踩足的 但是现在不行 黑方有一招白鞠过戏 卧槽一将再进鞠就死了 红方怎么解呀 首先用鞠来看守不行 黑方可以平炮欺负你 红方只能这样了 黑方退炮打鞠 那不就坏了吗 要是不想这样走 那只能不是解杀 那黑方就平炮硬将 把鞠抽了 红方撑势 黑方吃鞠 红方砍底将 黑方电视 然后再来个平炮打炮 黑方再补一手 这样走还是黑方战优 多子啊 实战 黑方浸泡过河 要吃马 吴教练绝非等先之辈 他没有中招 而选择跳马 家里这不管了 这是对的 黑方给马踩掉 红方用相踩足 现在红方炮打着马 马踩着炮 好像能吃回来是吧 黑方决定占点便宜 马踩底势 而对手既没有吃马 也没有踩炮 首先吃马 黑方下底锯将 你要是踩炮 黑方也是下底锯 红方索性来个对攻 直接跳马叫上 卧槽出将 平局就此 常规的走法 黑方可以禁锯 红方用锯将的时候 黑方可以垫 第二种是称式 这是常规的 而黑方王征 走出一招匪夷所思的棋 这招就是进炮一惊 让红方不想吃都不行 没法上来禁锯死了 底线有炮 撒罗斯马脚 必须吃马 吃完 黑方再来一手 炮机抵势 打锯 同时把杀棋还解了 红方卧槽一将 黑方电炮 那红方平局一捉 黑方用小王来保 现在吃不动 红方此时 炮打鞭足 什么意思 没错你又猜对了 他准备尘炮下底了 下底以后 黑方就又被锁住了 而且砍不动 那黑方这个炮 不就危险了吗 黑方是这样化解的 先打一将 红方上老帅 然后把相飞到别路 现在红方没齐了 他现在要做的 应该是赶快对局 而现场没有 他走的是平老帅 那黑方把局往前一走 他准备吃中兵一将 不管你是补相还是平帅 黑方再把右边这个兵一吃 来个双举措 一旦成功根本就没法解 其实现在红方还是有机会对局啊 黑方也只能吃 因为黑方吃中兵不是连杀 但是红方这个局下底可是杀棋 不过有个事要说 黑方要是打将 等着红方印完这手棋再浸泡减杀 那不成立啊 因为红方会飞这个项 弃局 而且上面这个局下底还是杀棋 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好 这个地方 红方没有对局啊 他是落相 就是说黑方现在杀兵不带将了 不是先手 你就是把局放这 这样错也不行 红方砍炮 你怎么走 他下底是连杀呀 比较顽强的是打将 红方垫局 再来一下 回到底线 没有时间吃 只能再来一下 红方垫局 把局做了一将 最后红方一吃 吃完之后再平个老帅 这棋才算是勉强顶得住 红方进攻 想赢其赢是没戏了 所以说当红方落相的时候 黑方不敢轻举妄动 王征走得特别精准啊 他是进炮 提前给老将一条生路 这回黑方可要全力进攻了 红方直接对子 黑方不对 平局叫杀 红方下底将军 黑方上将 然后平炮一将 对手把炮挪到了这 来个双炮打双军 红方已经崩溃了 不能吃啊 黑方打一将 红方只能电炮 给炮一砍就死了 借将助攻嘛 红方无奈 只好退炮来防守 这个提前退炮就不一样了 如果再这样走 红方可以跳马 遮住老将 黑方就没法砍炮了 这是红方的手段 那黑方走啥呢 如果四郎的话 我高低把这鞠干掉 先把平安占了再说呗 但是王征没有 此时此刻 他走了一招 惊天地气鬼神的 虎口陷鞠 学名叫后门别棍 这玩意儿谁能想到啊 红方没有吃鞠 他选择平帅 最后黑方进鞠抓炮 一招逼逼 刑期至此 红方投资认输 这就解不掉了 黑方一砍炮就完了 保不住 那如果刚才红方 把鞠吃了会怎么样呢 这样走更惨 黑方打鞠一将 红方垫炮再打一个 死亡翻滚 后炮变前炮 这问题实在是太过瘾了 觉得精彩就点个赞吧 我是四郎 下期更加精彩